坚持连续看完100局青台思路 每天过来打卡一下 对球局的理解能力将大幅提升 这局球非常精彩 中间的一堆球 无论是大号还是小号球 都互相阻碍了进球线路 那么这局青台 首要的思路就是去K中间的球堆 我们选择小号球的四号球 很多人可能这一杆就会用大力高杆去K球 但是四号球的角度用大力的话 它的线路会刚好趁着球堆过去 跑到了这里 这样白球就没法打了 所以我们选择用小力推杆 这样会缩小分离角 先让白球朝着球堆中走 好 现在过来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可以K球 这颗七号球是可以低杆回来 直接K到二号的 但是低杆不能太强 否则容易会没球打 好 来看一下具体效果 你看低杆但凡多一点 白球就要被五号球挡住了 好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杆走位了 因为二号五号三号几乎都还是四球 白球就必须得走到一号的右侧 一个合适的角度 我们用低杆带一点点左赛 来增大一些分离角度 来看一下力量 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倾台还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对杆高杆旋转要够强烈才行 否则白球容易K了球之后 就闷在里面没球打了 来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白球撞了三次红球 这才勉强顶出了一些空间 可以薄球打左下角敌带 接下来这一杆又是一个考验 三号球很薄 会直接碰到二号球 就需要用到高杆继续向前冲 另外要加一点点右赛 让白球撞扑后朝右侧跑 慢点慢点慢点 对慢点 还好这个位置还能接受 正常推进两库就能交到二号球的位置 其实打这种白球靠近互边的球 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呼吸 球杆送出去才够稳 好了 现在二号球用一个低杆减速 让它从九号和十二号的缝隙间 装过去就可以了 这种触杆需要用到点的方力方式 我以前的视频里面有讲过 好了 每天打卡看一句老王的讲解 就能快速提升青台思路 好 赛客